小猫 你放心 我说过会爱你一辈子 就会爱你一辈子 相信我 我相信你 可是那孩子 万一 没有万一 我会调查清楚的 少爷 不好意思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出去 没什么事情 你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的 外面有一个 叫小乐的美女找你 小乐 哪个小乐 我也不认识 她说她认识您 是王静雅的闺蜜 你让她进来吧 好的 那你先忙着 我去医院照顾我妈 好 杨阳 你现在这么有钱了 小乐 你找我有事吗 当然有事 我有个大秘密要告诉你 什么大秘密 我说了会给我好处 那得看你的秘密有多大了 黄静雅今天是不是过来找过你 他刚走 怎么了 他是不是拿怀孕的事情来勒索你 还说孩子是你的 你这什么意思 有话直说 其实这个孩子是五大伙的 他亲头告诉我的 所以你千万别上当 黄静雅现在可坏了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有录音 黄静雅 真不是个东西 你是不是差点要上当了 行了 谢谢你 这个事情我搞清楚了 那我的好处费呢 你找我的秘书领吧 行 那以后我有什么 请报我都会跟你汇报的 行到此为止吧 好 那我先走了 贱人 出来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之前一直在找你 臭婊子 都怪你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休息一下吧 臭婊子 现在我一无所有 我穷光蛋了我 你穷光蛋了 那我怎么办 我还等着你给我钱 去交房子买东西呢 哥 你穷光蛋了 你穷光蛋了 你竟敢打我 你竟敢打我 他妈还打你 我是他妈想杀了你 你现在还挺着个病人 找我要钱 我要不是认识你 我还会这样子吗 那你也不能怪我呀 好怪你 难道怪我吗 今天 我今天不会打死你 我 我大哥 我大哥你老经家 我怀疑你当孩子呢 我管你怀疑你当孩子 我他妈就打死你 啊 小费啊 哎先生 这边是大风集团 请问你找哪位去登记一下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让我登记啊 不管你是谁 来到这边都要登记 我告诉你 我是你们大风集团 董事长杨大风的亲孙子 杨阳 杨阳 杨阳不认识啊 你不像他 你是来捣乱的吧 那是别人冒充我的 我才是真正的杨阳 等一下我给我们报一下 我问你 刚才是不是你在门口撒爷 你谁啊你啊 我跟你说得着吗 我就问你 刚才是不是你在门口撒爷 就是我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放开 我是杨大风的孙子杨阳 你给我放开 你说什么 你没听清楚吗 我是你们董事长的孙子和继承人 你给我放开 你要是敢在在这胡说八道 你小心我把你脑袋打开花 一定要做到妄明一身 亲缘见定 一定要做 什么狗屁少爷 过两天我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少爷 不是你动我一个狮子 哎呀哎呀哎呀你给我放开 好好好 我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现在那个杨阳是冒充的 我才是真正的杨阳 我要见我爷爷 你不要在这招摇撞骗的啊 你给我放开 我真没有招摇撞骗 我就问你了 你们把那小子认过来 你跟我爷爷做过情缘见定吗 你怎么确定他就是我爷爷的孙子呢 我可以做呀 如果做完之后 我不是真正的杨阳 要杀要把随你们辩 我告诉你啊 这事可马不不得 你要是有半句假话 你小心我 我有必要说谎吗我 那不是自讨股市吗 跟我来 上哪些 到了你就知道了 请进 钟伯哎小雪什么事啊 钟伯我有个事情想向您汇报一下 我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了 有什么事啊 你直接跟少爷汇报就行吧 这个事情必须想先向您汇报 你说 有这样的事 我本来也不相信 可是我看他兴趣旨淡淡的样子 我就在想 少爷 莫不是真的找错了 你当时是怎么找到的呀 这怎么可能是错的 这 老爷花了好多年时间才找到他了 连照片地址 姓名都是对的 怎么可能错啊 我就说嘛 肯定是这家伙说谎了 紫虚乌有的事 我现在就去把他撵走 哎等等 这么大的事情 一定要做到万无一事 亲缘鉴定一定要做 顺便给他也做一个 行 我现在就去办 那 你把你玩 就怕玩你 这个事要跟少爷说吗 先不要跟他说 等事情弄清楚了 成了还落定了 再跟少爷说 行 他现在就在门口 好 那你把他请进来 我要亲自问问他 是 进来吧 如莫有请 小伙子 叫什么名字 你谁啊 我爷爷呢 你先别着急嘛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有什么好问啊 你真啰嗦 天天一坐 什么都一不了然了 小伙子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说 你的名字也叫杨阳是吧 知道你还问 你是怎么知道 你是董事长的孙子呢 你谁啊 我跟你说得着吗 你要是不配合 那就请回吧 我爸死之前跟我说的 他说杨大风 他说杨大风是我亲爷爷 让我过来继承大风集团的产业 那你的父亲是 当然是杨大风的儿子了 他们几十年前有过节 不肯相认 现在死了 算是给我留了一笔财富吧 那你知不知道 如果做了亲人鉴定 跟你没关系 后果是什么 我说你这老头怎么那么啰嗦 等我以后当了董事长 我他妈让你们全部滚蛋 放肆 怎么说话呢你 行了 带他去坐吧 走吧 那少爷呢 你别管了 我去 什么高屁少爷 过两天我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少爷 这个产品就按照我的那意思去改 好的 做好了方案发给我 好的 还有这个 也是 钟伯你来了 你先去忙吧 好的 少爷 少爷 钟伯 你就不要再叫我少爷了 叫我杨杨 李杰还是要有的嘛 现在感觉怎么样 经过我的机场学习 现在感觉好多了 很多业务也都熟练了 我相信 我一定能把拉风集团 带到一个新高度 那我就放心了 我听说 你刚上任就以极低的价格 收购了价值几千万的公司 厉害啊 钟伯 您说笑了 我只不过 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法 去对付那些下三滥的人 你放心 我们大风集团 肯定会堂堂正正的 去跟正常人他合作的 不管用什么方法 只要能获利 而不违法 都是好办法 不管白猫黑猫 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吗 那钟伯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这么大的事 应该要做到万武医师 不会吧 说也真的搞错了 绝对不能做任何对不起老鼠的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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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